好 马上连线到澎湖这边 这边的雨量已经累积到96.5毫米 而且海边也已经出现了长浪 最大阵风到达12级 把路边的树都给吹倒 而且还压坏了路边的机车 我们整个详细状况交给记者黄一璇 这个特地台风扫过澎湖 可以看到风雨交加非常的夸张 还有这个大树是被吹到不停的摆来摆去 民众走在路上呢 这个也是寸步难行 在今天上午大概11点多的时候 在澎湖邮局的旁边 就有一颗大树是承受不住强劲的风力 硬生生的折断了 然后它直接就倒向旁边 停在停车场的五台车 听一下目击民众的访问 这个大概好几公尺长的大树 倒压下来的时候呢 目击民众是吓了一跳 幸好当时车上都没有人 而刚好这五台车也分担了重量 这个断掉的树呢 目前是只留下一点点的树根 还在地上 可以看出来它的不是很粗 所以台风来袭的时候呢 它才会承受不住风力断裂了 幸好现在当地的雨势已经变小了 而消防人员还要好好的清查 把一些危险倒塌的路数给移走 以上就是目前的状况 主播 好就我们看到来自澎湖的最新画面